再来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刚刚写的那个方法 Find All的方法 有没有 那因为我要的是段落二嘛 如果你是段落一的话 你用Find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Find 段落二因为他是在第二个 有没有这个是第一个P 这是第二个P 所以呢如果你要抓的是第二个 那你只能用Find All 而且跟他讲说我要第二个 那第二个因为从零开始嘛 所以是中瓜糊 一有没有 然后再点Tether OK 但是呢其实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你想说这真的很麻烦耶 因为在这个HTML除了P之外 有没有 有些这个网页里面 还有另外几个东西 包含第一个ID 那ID好像不见得每一个标签都有 但是类别Class通常都会有 所以Class我觉得会比ID来得更重要 用到机会可能更大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对你看那个什么呢 这个在第二个有一个Class 可是第一个没有啦 那如果我要抓段落二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也蛮重要 以后除了用Find跟Find All之外 第三招要记得用Class 如果你这个 比如说他这边有Class 那Class名称叫这个 那以后的话你只要如果你要 因为他除了P之外第一个特征 他另外还有第二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什么 第二个特征就是他的Class这个 有没有 Rate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如果我用找两个特征 那你可以不要用Find All OK 那你可以也不要 如果不是用Find All 那自然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这个 那你现在执行的话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段落一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找的是这个P 可是我除了给P之外 我还给一个Class 那你只要把这个Class的名称怎么样 直接放到第二个参数 也就是Find All之外 还是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会找标签 那如果你给第二个 第二个条件的话呢 就是他的Class 也就是说他 我要找哦 我要找他 第一个他的标签是P 第二个他的类别是Red 那请你帮我把他里面的字 帮我找出来的话 那目前只有一个 就是段落 所以如果你现在 直接把它Pink出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我是段落就出来了 OK 所以网页里面 除了说有Tag之外 通常会有类别 Class 但是也没有100% 因为有一些网页 他没有Class 那你就不能用Class 不过通常有啦 OK 所以后面我们有一些 范例就是会请同学去找 标签跟Class 你找到时候 那你就可以很快把网页上的资料 通通抓回来了 OK 其实我觉得不难 而且大部分的网页都适用 OK 那除了这一招之外 另外 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我已经知道ID 那我可以从ID去抓 可以 如果你要用ID的方式来抓的话 我这边还有方法 所以刚刚的方法2 这边有方法2 那个是第二个方法 有没有 就是在 File后面呢 再加一个有没有 加一个它的Class名称 这是方法2 那方法3的话呢 就是它里面有ID 有没有 叫做 这个P2 你可以把这一段 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刚刚Class的位置 但是它比较麻烦一点 如果是ID的话 那你必须怎么样 给一个大瓜 OK 然后呢 大瓜 前面呢 就是它的什么 ID 然后呢 中间记得是冒号 然后尾巴的话呢 就是在跟它讲说 它的ID名称呢 叫P2 有没有 那它会自动帮我抓到什么 我是段落的资料 OK 这个是用 那个ID的方式去抓 OK 这个是方法3 那方法4的话 另外就是它这个ID叫这个 然后它开的叫这个 这样也可以抓得到 所以底下 不过呢 主要啦 我是建议至少你记前面两种 应该是主要的 后面两个 我觉得你暂时不知道也没关系啦 OK 但是你知道有这个方法就OK了 好 那这个是那个 这个 范例2 那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 再来 练习另外一个范例3 就是抓取那个 就是HTML里面的其他相关的资料 比如说哪一些 那请各位一样哦 再帮我开一个新的模组 那帮我把那个范例3的这一段哦 有没有 从那个BS4 然后一直到底下这个 这一段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都相同的 Ctrl C 一下 然后呢把它Ctrl V贴上 那你可以看到网页哦 其实就是从哪里呢 从这边 HTML哦 然后一直到底下 这个好像少了一个 应该要有个结束 后面好像有一些东西把它漏掉了 不过没关系哦 假设呢这个是原始码 好你抓到的部分 那如果说呢我们有几个问题 所以你们可以把那个问题把它贴过来 总共呢有六个问题 因为前面都加了几字 所以它会变成筑钱 所以你可以把它贴过来 贴过来哦 然后呢你就可以分别把这几个问题哦 把它空白 Enter 一下 那试试看能不能抓到你要的东西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诶 请你抓取这个东西 诶这个东西什么呢 Title 诶那Title在哪里 Title在这里 有没有 诶如果我今天要抓这个东西 帮我print出来的话 诶那你应该怎么做 很简单嘛 先打一个print好了 print 刮糊 那我把它放大一下 Ctrl 加 OK 然后呢一样利用这 SP SP 里面一样用 fine 点 fine 那 fine 的话呢 其实 呃 刮糊 那你要找什么东西呢 很简单嘛 前后双零号 然后我要找的东西 就找Title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就是 找那个小于后面的东西 小于后面那个 tag 名称 诶 那因为我要的是全部的东西 你不能加一个点贴 点贴 点贴是变成里面的东西 那如果我前后的标签 都要保留的话 那记得不要点贴 那你这样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 诶对 有没有 这样就是什么 Title 有没有 OK 所以第一个问题 答案就在这里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诶你可以试试看 我这里的话一个啦 所以你用 fine 后 点有点多词一曲 因为它也没有 class 所以你也不能用 class 做 ok 第一个问题 ok 第二个问题是找什么 诶找这个东西 诶 找这个东西的话呢 基本上前面的开头都一样 fine 你用 fine s p fine fine牵挂虎 那fine什么东西呢 你会发现 它一定是小于 诶 所以你会发现 fine应该是fine的a 有没有 然后a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可是我要的东西 并不是它里面的文字 它里面的文字是first 第一个的话一定是first 所以如果假如说 我现在把它刮 我就直接帮我把那个 fine a 可是 a里面有好几个 那因为我用fine一定会找 第一个 第一个应该是这一个 ok 所以你会发现 pine的话呢 那应该得到什么 得到第一个 第一个就这一个 有没有 他帮我推出 他就是 这个什么 example.com 斜线1 其实我们 可是我要的东西是哪一个呢 我要的东西 是放在 这个a 就是超连结里面有一个属性 就这个属性 里面的这一些文字 这边之后 这个可能还要再了解一下 如果我要的是这个标签 里面这个叫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 那其实 可能还要再多学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抓里面的东西的话 那你要记一下 因为我现在抓 已经把这一个 这一段的 这个标签拿过来 但是我不要这里面 我要的是 这个里面有个属性 叫做HREF 那你可以记一下 叫.get get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我要取什么 取 这一串标签 这个原始码里面的 记得哦 里面一样 跟他讲说 我要取 这个REF 里面的东西 所以你就跟他讲说 我要get 记得哦 是前面这个 这个属性名称 他会回传给你 这个后面的资料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 哦 我fine A 然后呢 里面的 这个HREF 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得到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他得到的 就会是 就是超连结里面的内容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因为常常呢 我们要 爬虫的时候 常常会 除了爬文字之外 还要爬那个超连结在哪里 有没有 有时候我 这个超连结 那我可以 透过这个超连结 再去连结到别的网页 那我要把这个超连结记下来 那我势必要什么 要把它抓出来 OK 所以哦 这边是 刚刚第一个 这个比较简单 Find title 那第二个是getRE 这个可能他稍微记一下 OK 那第三个的话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帮我取得所有类别 为这个什么呢 RAID的这个超连 你要他要有几个是RAID 有没有 class 类别是这个 有没有 一个 两个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两个 那两个的话记得哦 我刚刚讲过了 一个只能用Find 如果多个那就用Find 哦 哦 所以要怎么样 那我要把 这一个跟这一个里面的超连结 这意思是说 我要Print了这一个 跟Print了这一个 也就是Print了两个 诶 那如果要Print了两个的话 那要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想一下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后面还有总共有六个题目 请各位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第三吧 那我有把那个刚刚写的答案 其实也放在云端上 不过你可以最好是先不要看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如果假设实在是发生错误 你再稍微看一下 我再试一下 那个就是刚刚讲的 好